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力 永生 可见这个字的本意是勇气 心中之气尚勇 是胆量增强 后来又被引申指勇猛 勇敢等含义 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 一个人要想做到有 除了有胆量之外 还要有人 礼 意 智做支撑 否则就很容易误入歧途 而儒家所推崇的是大勇 君子之勇 是身名大义 合乎气节的道德之勇 比如说孔子的弟子子鹿 他就是大勇的典范 子鹿年轻的时候 个性张扬 好勇 斗狠 刚见到孔子的时候 他故意戴着雄机型的帽子 佩戴着野猪型的事物 想展示自己的威风 那孔子见到之后 也没建议 还是把他收为了学生 子鹿一开始很狂妄的 说自己的志向是治理一个规模庞大的诸侯国 就算是遇到了外地入侵 自然灾害 也能够在三年之内使国民勇敢善战 而且懂得礼益 那孔子听完了之后 就经常的提醒他 不要仅凭着义气行事 要更多的去践行得意之勇 成为真正让人敬畏的君子勇士 再到后来呢 子鹿终于是明白了这个道理 他在魏国当过大臣 魏国发生战乱 朋友劝说他不要回去 子鹿却义正言辞地说 识人之路焉能避其难 于是义无反顾地回去参战 后来他在战场上壮烈牺牲了 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勇德 几千年来 中华儿女从来没有停止对勇的追求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在逆境中求平和适有 敢于果断地放弃习惯性的思维 在沉淀中求突破 这是勇 敢于在苦难中有所作为 在困顿中求希望 这也是勇 敢于在平凡的人生路上创造价值 在日常中求超越 也是勇 人的一生需要勇气来助力自我征服 一鼓作气 也需要勇气来鼓舞自我 承受困苦 理性的选择进退 在人 理 意志的支撑之下 每一个勇敢的中国人都必定会乘风破浪 勇往直前 最终达到智者不惑 忍者不忧 勇者不惧的至高境界 受到金融真有味 点赞关注苏小妹 改天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